歡迎收看湯瑪怎麼都知道 今天是第六集 那因為我接下來 會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不在台灣 要去京都出差更大阪 所以今天想說 走之前先錄一下 回答一些問題 跟一些心得的分享 那就期待這幾天可以上片這樣 那這次去京都一樣 是去京都的電玩展 然後去其中的四天 接下來剩的四天可能會去大阪 然後想去一些自己比較能去的地方 因為通常我的行程 個人想去的都蠻冷門的 不管是什麼城堡啊老街啊 或是一些沒有觀光客的地方 所以我也想順便拍一些比較 大家可能跟我一樣會有興趣的地方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的日本行 那日本人現在狀況非常的嚴熱 尤其是京都 像剛才跟日本朋友聊天 去年他就講 其實日本人在這個時候是不會去京都的 第一個是熱 觀光客多 而且京都的熱是日本出名的熱 而且我記得去年同樣的時間 在京都的時候 那個太陽曬到是會痛的 台灣的是很熱 但是你說到那種刺痛 還沒那麼嚴重 但我那時候在京都 也跟地下道 而且加上紫圓機 非常多的老外 整個價格真的是爆掉 然後人又多到不可思議 整個就是超級不快樂 這邊建議喔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京都的人 還是過年前 農曆年前最好 尤其是十二月過後 就是聖誕節結束後 我覺得應該就不錯了 就是基本上京都就是剩枯木枯樹 但是日本人也不用去 學也差不多 下完了 大概一月初左右 那時候京都的旅遊狀況 真的很好 很適合大家 如果真的想體驗京都的話 千萬不要現在去 尤其是暑假又開始 聽到一堆人要去環球 我整個就 了不起 佩服 好 那回答問題前呢 我們想先聊一下別的事情 就是接下來的三週 我會連上這個花蓮三部群 那目前已經上了第一集 那 基本上我覺得跟我預期的差不多 就是有蠻多人 不是很開心 我其實也尊重 因為我自己原本也不是很想去 主要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人 不能說的那個人 但有一天就是在上個月 來收到賈斯汀的訊息 就是說他有一個朋友 在花蓮開冰店 那就是我有派人開冰店 那他因為熱愛花蓮 然後也想在 在花蓮已經持續耕耘很久了 結果不斷的遇到天災 人禍 各種東西 他還是很堅持 所以希望我有機會 能不能幫他們做個團購 或是說能不能去 幫忙看看怎麼樣 那聽完以後我原本 覺得還好 結果後來一想 轉念一想 覺得 其實花蓮真的蠻多朋友 不管是我自己的 切身的朋友 那在花蓮來台北的朋友 然後在花蓮認識的朋友 還有以前花蓮很多去的地方 想想這幾年因為那個人 我真的太久沒回去了 那 雖然說我的影響力可能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的影片也 看看能不能幫助那邊的人 甚至有人可能質疑我有收費 其實沒有 我每一餐都是堅持自己付費 當然他們會 偶爾招待一下一些小菜 或是一條魚這樣子 但我還是很心存感激 就是他們在 這麼艱辛的時候 還是做了很多招待的事情 但我還是盡量能回饋給他們 因為我今天來拍這些東西 並不是要來 收取利益 而是覺得 單純就是一個心情 希望能去看看怎麼樣幫助他們 就是 就是 的確這些年來 從疫情解封後 台灣的旅遊真的是到了一個 我自己也會 沒辦法去很中雲的說 沒有沒有那麼差 或是台灣真的沒有那麼貴 其實沒有 其實真的是看地方 看人 看狀況 真的都各 也可以訂到很便宜的 也可以訂到很貴的 也可以有 吃到很 CP值超高的 也是有貴到不可思議的盤子 這個我覺得東西 其實 不管是台灣或全世界 也是日本其實現在房價有上漲趨勢 都是有 那的確台灣很多地方的價格 大家會覺得跟國外比太不合理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台灣能去的地方不多 第二個是台灣的租金其實很高 地的租金或是房價其實很高 那甚至是說 呃可能他們的 呃忘記 就是一年 像加姆牙店 他可能只開一個秋冬 他接下來就休息 那這些做觀光旅遊的可能也是這個狀況 那當然因為前陣子的疫情的時候造成非常大的紅利 所以整個價格居高不下 像聽說花蓮跟恆春就有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很多價格已經回不去的時候 就會造成遊客去就是排斥 欸不是排斥 就是不會優先考量這些地方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市場經濟啦 就是我們的確可能不能認同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他 周一天會被市場的緊迫性去影響而改變的 那其實覺得今天花蓮的狀況 當然那個人的影響很大 但是花蓮其實一直帶我心中 是一個很美麗很好的地方 那其實我自己身邊的花蓮人 不管是阿達或是小鈺 或是很多來台北工作的花蓮人 其實他們每次選舉的時候都是 第一時間就是要回去 就是要回去就是希望能把那個人弄掉 但這個選舉結構這個政治結構 你知道他們只要掌握了關鍵的票數 他們就可以肆無忌憚的一直贏下去 不管是花蓮 不管是你看到任何你覺得太誇張的國的地方 不管是可能苗栗 南投 就是他們因為這個算好了 只要過50%或是掌握到關鍵票能綁住 那對他們他們就是穩贏 他們可以不用去管其他人的死活 或是說其他的生意 那我相信我去的店家們 對我而言他們的自己私下聊天 或他們的狀況 其實大家都不是認同那個人的狀況 但是因為在台灣 因為我們的 怎麼說 這種很 比較二分法的方式 然後會覺得 因為你們投那個人 所以你們就算了吧 這個地方那樣我不會永遠不看 我也認同我也支持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 沒辦法去三言兩語 或是透過道德勸說去改 因為你是消費者嘛對不對 那消費者有權利怎麼去消費 因為我們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所以你想要怎麼去表達你的意見 或是去選擇消費 其實這個我都認同 我也都尊重 所以我也不會去說 去覺得說你們就是堅決不去是有什麼問題這樣 但我其實只是想幫那些很認真的店家 那些想改變花年的人說真話而已 就是他們其實也很認真 但是可能 該怎麼說 他們也認清了狀況 可能就休息 暫時停止營業 或是默默的重建 減少原物料 減少營業時間 減少人事開銷 他們也有在做 那我們有機會去 我們有能力去 或是偶爾想上三線路去看看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尤其是 的確現在這種狀況真的很糟 我建議大家坐火車坐飛機 那飛機其實超貴 我看了大概三千塊 火車其實自強是真的很快 那我們這樣可能只會把 想改變花年的店家 我覺得可能會慢慢讓他們消 他們可能會消失掉 或是真的撐不下去 但是你說既得利益的那些人 他們反而 我們是希望他能消失 但他也可能 因為他是既得利益 都不會消失 你知道嗎 我們我們會 我們會 在找 呃旅遊的時候 我們會去選擇住哪裡 吃什麼 看什麼 那當然我們也不可能說 因為選擇後 就知道他們的背景是什麼 這樣 但我相信 呃 怎麼說 如果你去的行程 是更 接地氣一點 然後 或是說更 有篩選過的 那我相信還是會能幫助到一些 很認真的店家 的確 那個人真的做得非常糟糕 而且花蓮這個 沒辦法撼動的這個狀況 是可能還要持續一陣子 但是 這次去 接下來的影片也有 其實還有很多人 他們很努力的在生活在生存 今天 我只是一個花蓮是這個狀況 就造成大家的這種反彈 當然我也不認同 我也知道這個人非常誇張 震災的時候不做還跑去 跑去那個西台灣 但今天如果 假設大家想想整個台灣 都是這樣人的時候 我們能在台灣 該怎麼辦 比如說 我們住台北 台北也變成這樣 新北市也變成這樣 桃月也變成這樣 新竹也變成這樣 台中也變成這樣 就是有些地方 基本上全部都變成花蓮那個狀況的時候 你要 怎麼說 離開台灣嗎 還是說 全部的消費都不要做 因為這些人 全部都有可能是造成這個 選舉結果的人 我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 嗯 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人民 一定要全部一起承受的工業 它可能是一個更高層的 可能是政治制度 或者說選舉制度 或者說一個 一個利益結構的一個問題 但是 我們會因為看到最表層的 這個人 而去選擇 拒絕這些底層的人 或是一病一視同 其實我覺得這是有點不公平的 那甚至今天的事情 不是只有發生在花蓮 而是全台灣的時候 那 你覺得 或是我覺得像我們這樣 非常討厭他的人 我們是否就 會停止在台灣的生活行為 或是活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反思的事情 因為這個可能不是 不會發生 也許它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那個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不是說花蓮一定要 我們去幫助 或是說我們有多麼的了不起 有很多錢可以去救他們 或是說支援他們 而是說這是一種 大家都在一個島上 能這樣互相幫忙 能多多的協助彼此 我覺得就做 對那當然 可能很怕 那其實我自己講我的旅程好了 我坐自強來回 大概約一千塊 然後住宿因為 我影片忘記提到 其實像花蓮有旅遊補助 一天一個人補一千 所以我住一千五的民宿 它 暑假前後 價格都一樣 沒有調整 因為我是七月暑假 剛開始去的 這樣一天五百塊 那這樣 出三天 一千五火車票 然後吃吃喝喝 其實我覺得算下來 沒有很貴 但是因為有補助 然後再來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也跟國外差不多啊 去日本 那的確是 的確我其實都認同 國內國外這件事情 只是說 有的時候你時間沒那麼多 或是其實台灣有台灣很特別的地方 像後面影片 我有去一個很喜歡的瞭望台 你們會看到很不可思議的海洋 跟傘 有的東西是 它就是因為是台灣 台灣的味道 是你的家鄉 而你覺得它特別或美麗 或美好 甚至對於花蓮 你熟悉的東西 產生了希望 那當然在地人有跟我聊疫情的時候 花蓮的住宿 在拉的太高了 吃的也是 但有的店家是這樣 有的這樣不是啊 但如果我們一直設想 用全部的心態去否定他們 其實有時候就像這個該怎麼比例 我們在懲罰守規矩的孩子 就像今天有時候我們在聊台灣交通 我從日本自家回來後的經驗是 其實台灣的交通在懲罰守規矩的人 因為那些不守規矩的人 所以我們有了限速 有了很多的很奇怪的號制 有了很奇怪的規則 就是讓大家全部 好反正你們都會有人出事 或是亂搞 那我們就全部用一個最低的速限 或是說一個不可思 像花蓮每個隧道的速限是40 你知道開到可以啟笑 為什麼是40 明明都沒有車還是40 這在日本是不會這樣發生的 因為大家是尊重用路人的選擇 跟這種自制力 但是因為某些人沒有自制力 因為某些人不守規則 而去做一種齊透式的平等 甚至壓抑 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被改變的狀況 不管是車遠 交通是這樣 但我其實覺得花蓮也是這樣 真的 我訪問的這些都是年輕人 他們是願意回到花蓮去努力 希望能改變花蓮去做的人 的確你可能看了也很有興趣 你也認同 但你就因為那個人就是不想知道 這個我覺得也沒關係 我其實也沒有神奇 我也只是覺得無奈 我也不能說很無奈 因為這種心情 我或多或少的也成有 但是自己去完一招 回來看看後 還是覺得 嗯 有機會吧 可以改變吧 畢竟他們也是我們的同胞 也是我們的 怎麼說 朋友 對 那不管怎麼樣 也許你還是覺得 我就是不要去 那個就OK的 你覺得1加1等於3也是OK的 我都尊重 但是 嗯 放寬一點心 建議啦 對 那當然 國旅的狀況真的是 不知道會不會改善或是變好 但是 確實我每一趟旅程 每一趟影片去的地方 去的過程 吃的東西 住的地方 其實 我都用很合理的價格去選擇 其實我也沒有覺得特別貴 甚至而且得到了很好的體驗 我覺得最終還是處於選擇狀況 當然你可能也會有人反駁 我有帶爸媽 我有帶小孩 我就是得去這些地方 那真的有時候消費是真的偏高 也是有可能的 對 但是 我們再回到最原始的狀況 我們是 自由的國家 我們人民的財富要怎麼消費 要怎麼使用 這個也都是自由的意思 所以 我也尊重大家的選擇 我也是 呃 覺得大家說的都沒有錯 大家都各有各個意見 不需要去吵架 但 如果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時間 我真的覺得希望大家去東部多走走 尤其是現在人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他們的觀光品質其實也蠻好的 是真的蠻美麗蠻值得的 希望大家 都給花蓮的機會吧 對 當然我還真的堵在那個人 幹 好 那前面 就講這邊有點遠 那 我知道我這個系列看的人不多 那 就 如果 有辦法讓更多人留言來 來反對去花蓮旅行的人看到的話 我會很開心啦 但我的立場跟你們兩邊支持 反對 其實我都認同 我也都尊重 但是我只是想要講述一個道理 今天花蓮 明天全台的時候 都是那個人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很可怕 我其實 覺得 真的有可能 如果到這樣下去 會發生 那我們 是不是不要吃飯了 或不要旅遊了 唉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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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大家警惕啦 從 小事情 我們來看大事情 這樣 好 那就是一個 小小的分享 那 哇 這樣講一下25分鐘 我真的是 太下掰 好那 這個禮拜留言的人不多 只有三個人 所以我們就快速的把問題回覆完 接下來大概就是 日本回來後 可能要下下禮拜錄製 下禮拜 週末錄製 或下禮拜的時候 再看大家問題夠不夠這樣 好 那也期待我接下來花人兩集 第一個是 健美 來幫湯瑪沖人氣 來個觀眾之間互動 關於EP5的感覺問題 個人有些經驗 一 女方態度突然極速冷淡 多是想停止這關係 男朋友好感的話 基本上不管再忙 都會抽出直接回訊息率 假設大稻埕煙火約出來 最好趁這次 跟他確認關係 沒錯 2 就跟他媽說的一樣 先看當下氣氛 決定下一步 大稻埕煙火現場 老實說又熱又吵又擠 實在北半好好談心 如果氣氛不錯 建議煙火玩 去附近餐廳 或帶去小海城華廟拿紅線 換換附近文件 也是不錯的選擇 其實 那邊碼頭看完以後 我覺得往迪化街 或是附近找個bar 坐下來好好喝喝聊聊 到個12點1點的時候 氣氛可能比較沉澱冷淨的時候 確實可能狀況比較好啦 可以試試看 大稻埕基本上應該是飽滿 可以往附近酒吧看看 像什麼YOI 又宜 或是什麼一個喝啤酒的那一帶 就是退出大稻埕 大概靠南京西那邊 就是寧夏跟大稻埕中間有蠻多店 酒吧在巷子裡大家可以自己Google看看 基本上大稻埕煙火就是情侶之地 女生大多不笨 如果約她肯答應 基本上就是勝率50% 看完煙火跟你續他 無論是吃飯 狭海勝算80% 這時候勇敢確認關係 否則女生真的能掉 以上是大稻埕煙火心得 僅供參考加油 建議 對了建議煙火放得差不多 趕快撤 不要看完才能舒舒服服離開 那我其實覺得健美說得很好 基本上願意出來 機率就不會太低 但是就是必須先了解到一下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前面為什麼會冷淡 我覺得這件事知道蠻重要 會影響他的結果 切記 不要只顧著說你想說的話 多聽一下女生想說什麼 這才是最重要 好再來是Panda 最近有一個覺得女生 不錯的女生有共通的話題 喜歡自由潛水相約前了幾次 過程氣氛應該不差 那陽氣應該也夠吧 但平時聊天會覺得他有意無意 迴避了一些話題 也都是不重要的問題 沒有特別在意 其實話題沒有不斷延續 也是很常見的問題 我也不想衝太快 讓他覺得有壓力 這個就是潛水服病 不要衝太快知道嗎 但也怕放太開 讓氣氛冷下來 想請問他媽媽在熟悉階段的過程 是在如何做好 傾聽啊 慢慢來 你們都玩自由潛水的 怎麼知道 不能衝太快啊 這樣上前太快 是會生病的 就是他不想回答 那就可能他不想講 那就是慢慢繞 我覺得感覺 會迴避問題 他就是不想講的東西 你還是可以約他 可以試著相處 然後看看慢慢 他會不會打開心房 但是就是不要急 不要急的表達你的情緒或愛意 我覺得每個人 他也可能只是想交朋友 他也不一定是想要跟你做那麼熟的知性 或他肯定有什麼傷 或他肯定有什麼不想說的 我覺得抱持著正常的交友心情 好好的相處 好好的熟悉 慢慢的上前 有一天你們可能就會在一起 加油 都玩潛水的人 那不懂 慢慢來嗎 人生好難 湯瑪你好 想不到性向你的一個形式復活 太好了 不知道三十幾塊賣相四十的人 有沒有這種觸感 妹子真難找 找到了各種品頭論足的打量 職業車子防治 該怎麼做的無奈 現在女性強者也不少 人家也不需要老公養 身為職場上的牛馬 工作類的辦事 還要找妹子 有時候覺得找明昏比活一個 比找一個活的還容易 確實 其實男人就是一個無限的傷害 傷害回圈 這個年紀的男生到底該怎麼樣交往 我建議還是往 可能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比較簡單 因為你有那個降為打擊 你的經濟 你的財富 你的車子 你的時間 你的個性 你的耐心 跟你的社會地位 是你非常強的武器 那 在那個年 在二十幾歲的男人呢 就是會被上一個世紀 上一個年齡層的男人打 所以等他長大後 就往下一個年齡打 所以男人就是一個 那樣的傷害回圈 或是呢 我真的建議 可以往東南亞發展 真的 我看其實真的很多人有些分享去越南的 泰國的 或甚至日本的 韓國的 韓國就算了 對不起 剛剛每天要韓國 日本、越南 日本有點麻煩 日本也可以試試啊 或烏克蘭 其實我覺得不要限定於台灣 我覺得多給自己的機會吧 單身的人 總是有很多機會 不要只限定於自己身邊的齁 也不一定說大家一定要用 什麼買賣的方式 或是說這種 付錢取親的這種概念 我覺得就是 如何管道如何的去認識 然後健全的戀愛關係 相信其實還是會找到不錯的對象 只是你身邊正好沒有 但並不是他不存在 這個天上的星星這麼多齁 卻沒有一顆是屬於女的 千萬不要這樣想 但是 將為打擊 一就是將為打擊 二就是 試試看 泰國、越南、日本、烏克蘭 多語系 我覺得真的都是不錯的選擇 你會打開你的視野 不然就去當地玩玩 有機會去認識一下 我真的覺得其實 會跟你想像中的差很多 最近覺得泰國真的不錯 推薦泰國的孩子們 好那今天的這個問題 就到這邊真的不多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下集見 那也請大家去支持我的影片 接下來就是 花蓮三部曲玩 有一個圓林 然後再來應該是 大阪三部曲吧 大概就這樣 好那今天 哇他們怎麼都知道 就到這邊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華蓮加油 好謝謝大家 掰掰